八十六年 所以他這裡講 導師舉了幾個 貪真、吃、無慘、無愧、不幸、放映 這是不盡的不善 關於到底有哪些不善 經論裡面有很多種說法 據所謂大家跟你講 講這樣 從鑑於事情的對他影響來說 如有利於他的是善 對別人有利的 或有損於他的就是不善 傷害別人的就是不好 能夠幫助別人的就是好 大概來講是這樣 人與人、人跟鑽身都有著關係 應該是互助共濟的合作 遵行賜他共主的合樂法則 如所作為而有害於他 那即使有利於自己 我們就說損他利己 那麼也是不善而不可為的 魯埃公也一次問孔子 聽說我在東邊修防水不吉祥 孔子就馬上跟他講 不吉祥有五種 沒有這一種 第一種就是損能利己 損害別人來利益自己 這種是對自己的不吉祥 第二種是 那麼不照顧父母 不孝順父母 確實是寵愛自己的孩子 這對家庭不吉祥 其實就是損能利己 這個其實就是不善 從佛法來講這個是不善 不好的 所以這個很容易分別 所以一般來講戒 戒就是自知之法 你自己知道 你不希望別人這樣對待你 你也不要這樣去對待別人 你不希望被別人這樣傷害 所以你也不要這樣去傷害別人 我沒有損害別人 你自己想也知道 你要將心比心就好 所以只要是損能利己的 當然就是不善 如果是自利利他的當然就好 或是損己利他的 對自己有一點不好 但對別人是好的 那也是善的 其實是這樣 所以以利不利他為準 所以他這裡講 那損他就是損能利己的 那麼這個是不善的 那麼如果是損己利的人呢 那是可以的 也是應該要做的 從內心與對外的影響 決定善行不善行的差別 行就是動作 其實我們就說業 那內心的動作叫異行 就異業 身體的動作叫生行 叫生業 語言的動作叫語行 叫語業 所以業又有分 從業的源頭來講 又有分什麼 生業 口業 異業 從他的苦跟熱的影響來講 從他的性質本身來講 從身體行為而來的叫生業 從語言而來的叫口業 從心而來的叫異業 那這些業從他的性質來講 又有所謂的善業 惡業 無忌業 又有這三種 那所以他說 這一些都是有善與不善的 所以說善行不善行 當然後來還有一種變成無忌業 就是他非善非不善 那這裡主要講兩種 善業跟惡業 然後有生口異業 這一切 佛地子或繼承佛陀家業的佛子 佛子其實就是佛地子 佛子不是佛的兒子 就是佛地子 那麼應該要審地的觀察 就是要仔細的來分別 你不要像外道 或是像什麼一樣 你不知道 不知道對不對 不知道好不好 反正大家都說好就是好 那麼神說對就是對 不但要確實信有善與不善 第一個要相信 確實有善跟不善 就是有善業不善業 有善跟不善的行為 也要分別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 那麼修成堅定不移的政見 作為我們起心做事的準神 就標準 好 那麼相信善跟不善 而且要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 那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 依這裡來講就是 有傷害別人的就是不善 內心跟煩惱相連的 不安恐懼懷疑怨恨不滿忌妒 這一些我們叫做負面思考 負面思維負面情緒 那麼負面能量 這一些就是不善 好 那現在來講 有報必有業 果報 一切世間的種種都是因為果報 我們叫我們做人 他是一種果報 牛 狗 貓是一種果報 我是男的 女是女的 那是一種果報 我生在台灣 你生在美國 那是一種果報 我長這樣 你長那樣 那是一種果報 那麼我得這種病 你得那種病 你沒有病 我有病 那也是一種果報 我的父母對我不好 你的父母對你很好 那也是一種果報 就好像我現在這個身體 眼睛不好 那是一種果報 喉嚨不好 那是一種果報 那是有業 果報從哪裡來 從業 你常常傷害喉嚨 你常常吃冰 這個業就造成你口腔不好 你常常躺在床上 看手機 常常傷害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不好 反正就種種的業 種種的行為就是種種的業 種種的業成熟 累積累積到一定的程度 造成影響 好的影響就叫善業 不好的影響比較惡業 你常常學習佛法 常常學習 越來越聰明 越來越聰明 那就是有慈慧的果報善業 一樣 你常常念佛 那心越來越安定 越來越沉穩 那就有善業 善業就有善報 一樣的道理 所有的果報都來自於業 你今天丟這裡垃圾 每個人都在這裡丟垃圾 久了之後 這邊就蒼蠅蟑螂蟻蟻很多 就形成髒亂細菌很多 這些細菌就飄到 這些蟑螂跑到你家 這些螞蟻跑不到他家 就開始散播 從哪裡來的 從大家都在這裡丟垃圾來的 你以為都在這裡沒事 你哪裡知道 這裡的老鼠跑到你家去 把你丟在這裡垃圾的病菌 吃生帶到你家 這個就是這樣啊 所以這些就是什麼 一切都是由業而形成的果報 好 那我們來看 有報必有業 微小轉管大 能飲或能滿 決定或不定 現身或後報 租業不失換 老師在這裡簡單講一下 業非常複雜 經常講業率不可思議 果報不可思議 就是說很難講清楚 不容易講清楚 但不是不能講清楚 可以 但是非常複雜 但是大概可以講 所以他這裡講 簡單來講 你看 果報一定是有業 那業不一定會形成果報 要成種 但是一旦形成了 那一定有業 但是有的業不會完全形成果報 就好像這棵樹一定從種子來 如果它有種子的話 但不是所有的種子都會長成樹 就像這樣 那有報必有業 那業有什麼 有青業有種業 所以叫做微小轉管大 業有青業有種業 那青業就比較不會受報 種業就比較快受報 你逆業是種業 他很快就受報 沒有中醫真的 那青業就等待等待成所不一定 他就要等著受報 要等成所才受報 所以有青業有種業 有隱業有滿業 那我們受報裡面 我們先大概講 等下再仔細講 有隱業有滿業 隱就是你這個業會讓你做人 升天做畜生做鬼的 這個叫隱業 隱你到六道 滿業就是你做人的時候 然後是男的 是女的 身在有錢的家庭 沒錢的家庭 頭腦聰不聰明 四肢健不健全 這些就是滿業 圓滿不圓滿的業 那你生到哪一道 那一樣 有的做牛 生到印度做牛被人家辦 生到中國做牛要離田 生到美國做牛要做牛肉 不同 一樣是牛 但是圓滿不圓滿就不一定 一樣是做人 生在有錢的家庭 生在貧窮的家庭 生在政見的家庭 生在邪見的家庭 不一定 生下來好看不好看 皮膚好不好 頭腦好不好 眼睛好不好 不一定 圓滿不圓滿 所以這是隱業跟滿業 一般就是你頭生六道的業 跟在六道中 圓滿不圓滿的業 所以隱業跟滿業 那還有決定業跟不決定業 就是定業跟不定業 大部分的業都是不定業 少部分重業它是決定業 然後果報這個是業 果報有所謂的獻報 貨報來自報 大概這樣講 那詳細來講我們來看 政見有業有報 有善有惡 這除少數的學界外 一般人都是信任的 那從印度來講 奇納教 佛羅門教 佛羅門教 那這些都是信的 都是信的 那有一些 當然也有一些不信 不信有業有報 所以佛所才要講 要相信有業有報 六四外道裡面 有三種到四種 可能三種以上 都是不信的 唯物論當然就不信了 那有一些相信有業 但是有報 但是他不認為 有一些是沒有業 你在橫河南邊 殺這個一千個人沒有惡業 就一千個人沒有善業 他現在也就相信有業 可是業 時間到了大家都輪回 時間還沒到 時間到了大家都解脫 時間還沒到大家都輪回 這不是你可以去決定的 那又是另外一種說法 那他相信有業有報 但是他認為 我們沒有辦法改變業報 那又是另外一種說法 那這些都不是政見 都是邪見 那這裡講到 他說 善與惡 曰行為的價值而說 自有他應得的果報 那其實這種很簡單 你喝水你就解渴 你吃飯你就除雞 就不會餓 你多吃有營養的東西你就健康 你多吃不營養的東西 你就身體不好 那累積到一個程度他就病變 這就是這樣 你正確的運動 身體就越來越健康 你不正確的運動 身體就傷害 運動傷害 身體就越來越不好 你吃對東西身體越來越好 你吃不對東西身體越來越差 一樣的道理 三七二月也是這樣 好 那如不能對此有定見 就是有決定的這種政見 那麼在某種環境下 善惡的細節就會動到 很多人都這樣 學佛學到最後 本來相信因果的 後來也不太信 從前 有位忠君愛國的大臣 被帝王處而死刑 臨死時他對兒子說 我要教你作惡 可是惡是做不得的 我要教你行三 可我沒有作惡啊 他講的就是什麼 荒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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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有意思 蘇東坡的母親從小就 拿這個故事 講給蘇東坡聽 蘇東坡七歲之後 就講一講到這裡 這個 他說蟲潘 其實就厚漢 厚漢就東漢 有位忠君愛國的大臣 就是范潘 范潘其實是很正直的一個人 饑餓如蟲 憂國憂女 當時漢朝是宦官 就全宦 就是宦官比較全高位重 都是貪污 他就是對於國家這樣 有國憂女 所以他就起來整肅這些貪官 後來到了漢寧帝的時候 他說被這個帝王 帝王就是漢寧帝 這個漢寧帝有一點點糊塗 所以說忠誠 有時候也不一定有好的結果 老師舉的是這個例子 他說這個 他是這樣的 他當時是這個範潘 他要整肅這些宦官 可是到了漢寧帝的時候 那犯官的權力大 因為皇帝相信 相信這就犯官 所以犯官的權力大 那沒辦法 所以這個犯官就罷官 就不要做 如果沒有辦法改變國家 那我也不要跟你一起 跟你一起罷官 可是他以前整肅這些犯官 這些犯官就懷孕在心 就隨便羅織的一個罪名 誣陷他 解黨造反就是了 然後就來抓他 然後他當時知道 他當時知道也逃不了 因為他就是整肅 就是當時這些宦官反貪武 就是反貪武反貪武 所以也得罪了一些人 可是他是為了國家 當然你是為了國家 那是他貪官 他貪官污吏 你傷害他 他也要報仇 所以當他又掌權的時候 他就回國頭來搖擺 隨便給你羅斯一個罪名 說你解黨造反就是了 這個犯寧帝當時才幾歲而已 當時他做皇帝的時候才14歲 他什麼都不知道 那當時這個犯官把權 他就這樣跟這個漢寧帝講 那時候漢寧帝才14歲 14歲而已 那他就哄他就是騙他 就跟他講 這個人他也不知道 這個要解黨要造反 所以要把他拿來造 拿來就是要處罰 不然國家會怎樣 他也相信他 他就跟他講 好吧你去做吧 他就拿著這個皇帝的令判就開始 就是縮補之前的那些忠誠人 然後就這樣就把一群人 他們就怎麼樣 就打入監獄 然後這個 他以前做得很正直 滿輕人的 所以被派來抓他的人 也不想抓他 就跟他講這件事 希望他跟他一起逃跑就是 他說不行 因為這會連累他們的家人很多人 他跑得了 他的家人 那所有的家人 他又會連累他 又會連累他的母親 所以都不行 他自己 你要抓我 我就被你抓 那他被抓了 他的家人就沒有事 所以他自己就自己 但是他要走之前 他要被抓之前 他先去跟他的母親告辭 他的母親就是放牧 也很厲害 他說你為國家犧牲 你是做隊友 那要長壽 我要有好的名聲 兩個只能選一個 那我寧願選好的名聲 你可以長壽 你可以討 可以活久一點 但這樣沒有意義 所以結果他的母親也很厲害 他說你不用擔心我 我有你弟弟照顧我 他講個康埃之養 所以這後來會變成一個戲劇 就放牧慈母 這個很有名 在霍漢時代 到了宋朝蘇東坡 這個在霍漢書裡面有記載 然後蘇東坡的母親 常常跟蘇東坡講這個故事 都有記載下來 那這個放牧 那個時候 因果還沒有 那個時候佛教已經 佛教還沒有西漢 佛教在東漢跟西漢之間 那個時候佛教還沒有完全進來 那所以三國之後 佛法才慢慢多起來 就漢末了 東坡才多了進來 南北朝才開始犧牲 所以那個時候 因果觀念也還不虛組 中國沒有月報思想 中國沒有 中國是儒家講的不是夜報思想 儒家講的就是倫理道德 他也強調要賢善自能勇 但是他沒有夜報的觀念 西方也沒有 夜報的觀念在印度 中國還是那種天官四福 天人四福 福報是天人四給你的 罪惡是天人降給你 災難是天人降給你的 所以遇到事情天災人窩 先要祭祀 祭祀天地祭祀祖先 然後請這個諸神息怒 都是用這種方法 那跟佛法講的夜報 你自己要修身修心修業 不太一樣 要積德行善 儒家也講積德行善 不過積德行善 他們沒有夜報觀念 你之所以過好日子 祖先有德 祖先積德 你現在積德 這個子孫也可以聘因 那我們之所以幸福 天人聘因 祖先聘因 就類似像這樣子 那是以前的觀念 那佛法夜報的英國 進來之後慢慢慢慢 漢朝以後 漢朝最有險的就是儒家思想 他武力大處百家獨尊儒術 就是之後秦朝 秦朝是焚殊坑明的 又不一樣 就中國就經歷幾個思想變化 全球戰國時代是諸子百家 那全球戰國之後 秦朝統一六國 開始焚殊坑明 那秦朝強調的就是 他全長勝不了 他會練那些奇奇怪怪的 秦始皇 那秦朝很短 三十幾年而已 中國兩個很偉大的朝代 都是統一的 但是都很短 都三十幾年而已 秦朝跟水朝 那秦朝跟水朝 那後面都成就兩個很偉大的朝代 就漢朝跟唐朝 這真的很奇怪 秦朝跟水朝都三十幾 秦始皇也是修仙厭道 水朝是學佛教的 這不太一樣 漢朝開始就是奴家 秦朝是焚殊坑明的 那漢朝就霸術百家獨尊儒術 被陷害之後就被反省 到了漢朝之後 漢朝之後 賀進南北朝 又不信獨家 信道教 老壯的 又信道教 又不信獨家 那其實是這樣 到了唐朝 信道家 唐朝 唐朝國教很興奮 可是唐朝的皇帝都信道教 以道教為主 因為他認為道教的祖先是誰 李爾 信李 唐朝是比士尼 信李 老祖宗 所以即使學將大師 舉三番兩次 跟皇帝建議 老子排第一 道教排第一 跟信道理 但是即使是這樣 他還是 佛教在唐朝還是很興奮 唐朝之前那個水文帝 信佛教 比丘寧兩大 在寺院兩大 所以他非常的洪洋佛教 但是 他的這個兒子 叫做楊謙 隋陽帝 他也是信佛教 但是還沒做皇帝之前 還很淺淺 他自責大師的護法 自責大師的大護法 自責大師都有修行 但是後來做了皇帝之後 就不太好 為了做皇帝不太好 殺死兄弟 甚至為了取少做皇帝 殺死他的拜法 隨文帝 反正就後來做得不太好 也很快就斷送了 那這種 這種善惡夜報的理論 那大概就是漢草之後 因為佛教是公安西安之間傳進來 西安公安 西遠 所以那個時候佛教越果旅人還沒有流行 漢草還不准 漢草不准人民出家的 出家是由外國人 漢草不可以出家的 出家也是偷偷出家的 好 那這個幻潘 那個時候就是幻官專政 他說被這個忠君愛國就是幻潘 被漢靈帝處了死刑 其實漢靈帝那個時候才14歲 都是那些幻官在操弄的 其實應該是被這些幻官判死的 臨死的時候 重點是臨死的時候 他跟他的兒子說 我要教你做惡 但是惡是做不懂的 這是善惡的觀念 惡是不能做的 但是我要教你行善 可是我沒有做惡啊 為什麼弱這個火爆 所以他就覺得我要教你做好 因為他一生做好人啊 他一生不貪污 那也不做壞事 那可是他要 他做官就要處女那些壞人啊 你不能說我做了官 那這些壞人都不處女 那好人要摘歪 所以他做好事啊 他做好人啊 但是為什麼會 做好人沒有好爆呢 做好人最後摧落了這個下場呢 當然不可以做壞人啊 可是 我能就叫你做好人嗎 做好人像我一樣 那這麼淒慘 那我還要做好人嗎 那所以他心裡面有個疑惑 如果當時有月爆 他會覺得那三月沒有上爆啊 三月沒上爆啊 二月沒二爆啊 那一些做今犯科的結果 好人受到壞人凌遲 善沒善爆 惡沒二爆 當然那個時候還沒有完全 有這種庇報概念 沒有 所以他講 我要教你做惡 惡是做不得的 可是我要教你做善 可是我沒有做惡業啊 我為什麼會有這麼苦呢 做善 結果若這個下場 那我還敢教你做善嗎 所以就有這種疑惑 自己行善沒有好爆 所以就對善惡情產生了苦惡 像蘇東波就不會 蘇東波到唐朝的時候 佛教已經很興盛了 夜報的觀念已經很清楚了 蘇東波學佛又很虔誠 對佛教的道理又很清楚 所以他一生顛沛流淋 被陷害 他一生也不造惡 他情善 但是他也不會講這種話 他不會講這種話 他臨死的也是把他兒子叫來 跟這個換潘一樣 也是跟他交代 交代什麼 說我一生沒有造過什麼惡業 換潘也沒有啊 但是我雖然 我一生他也是做好人啊 做好事啊 結果也被陷害啊 一定要被陷害 被陷害 但是他沒有被處死 他就被發配到海南島啦 廣州啦哪裡啦 惠州啦 就發配到南方 南方之地 可是他也沒有怨恨 然後他就跟他的兒子講 我一生 我一生沒有做過不好的事 即使在我顛沛流淋的時候 我也堅持 不做這些壞事 堅持做好事 做好人 我不知道我死了會去哪裡 但我要肯定 我一定會到好的地方去 你看 還不知道他去哪裡 可是一定會到好的地方去 有散熱夜暴的觀念 而且這一生奉起這個觀念 這奴家講的 照視必一視 顛沛必一視 就算在顛沛流淋的時候 也不喪失這個人道 就像是在顛沛流淋 受苦受難的時候 我都堅持善惡善報 惡惡惡道 所以我不會去照做惡惡 蘇東波要死的時候 跟他兒子這麼講 諸可亮死的時候 寫了一封信給他兒子 勿以善小而不為 勿以惡小而為之 也是清楚夜暴的理論 諸可亮是三國時代 三國時代已經有夜暴 夜暴思想 佛法已經進來了 但是四川這一帶 好像比較沒有佛法流傳的 沒有佛法流傳的那個 像東吳 東吳孫前 他就怎麼樣 就有流傳 就佛法裡面就有 就有拜蛇膩的 然後給東吳孫前 讓生起信仰的 有啊 曹操這邊也有 那蜀國就比較少見 但是應該也有 那諸可亮明顯也有夜暴的理論 但是他不管有沒有 他跟他的兒子講 諸可亮戒指書裡面跟他兒子講 勿以善小而不為 勿以惡小為為為之 基本上就有散熱夜暴的概念 蘇東波那就有了 跟他兒子講 我不知道我去哪裡 但我肯定會去海浦地方 有善夜一定有上報 犯攀就不是啦 造了很多善夜 我造了那麼多善夜 結果漏了這個下場 你絕對不能造二月 因為他就飢餓如醜 對那一些 對那一些貪污坐姦犯科的 貪污腐敗坐姦犯科的 他飢餓如醜 他怎麼可能叫他兒子去做這種人 可是 我要教你做好事做善的 可是我也沒做壞事 我落這個地步 所以他是分清楚什麼是善什麼是惡的 但是對於善有善報也有惡有惡報這件事 他是淫沒的 蘇東風也是清楚的 諸可亮也是清楚的 都跟他的兒子講 好 我們等一下看 他自己行善沒有好報 所以就發生了淫惡 善惡夜報 我們不但要正見善惡 而且要正見善惡的夜報 就要知道有惡有惡 第一個要有善有惡 要分清楚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善一定有善惡 惡一定有惡惡 那一定要堅持 而且一定要肯定 善惡一定有善報 惡惡一定有惡報 一切眾生所有的一切果報 必然是由於惡惡所招感的 有惡然後有報 但是有惡不一定受報 那佛法講故作惡必受報 不故作惡不必受報 不必受是不必 不必說不必然 不是不必要 在中華案裡面 他說故作惡必受報 所以惡很複雜 故作惡通常都是重惡 故就是故意的 有心的 有心造作的惡 而且是重惡的話 就容易受報 那你無心的 那你無心的就比較不會 就無心之死啊 不是有心的 不故作惡 照作的惡 善惡都一樣 善惡都一樣 夜有善有惡 不一定是善 不一定是惡 有善有惡 那故作惡 從他的來源 從他的性質講 有善有惡 從他的來源講 有生業 口業 不故作惡 不必受報 不必不是不用喔 必就是必定 必是必定 那不必就是不必定 受報 意思就是你故作惡容易成熟 成熟就會受報 佛有善不能 不能滅定業 一定要受報了 他不能不讓他受 一定要受 好 他說有業然後有報 有種種不同的業 所以有各個不同的報 業是非常的多 非常複雜 所以果報也是極多 唯有極複雜 金剛經的話叫做 業力不可思議 果報不可思議 然後他告訴你精力也不可思議 這個智慧 佛法的道理 告訴你 所以果報極多極複雜 就不可思議 很難講清楚 很難說清楚 什麼是業 什麼是報呢 有沒有他講業報 業是事業 是動作 因為這件事所形成的業 我們叫事業 跟我們現在講做事業做事業 不太一樣 我們內心身體 以語言的動作 就是說深夜 口夜 意願 凡有以施力 施 就是施堂 施惟 那一般來講是這樣 施 我們叫做色授想行事 這個行就是施 促作欲授想事 這個施 照業之前一定經過這個階段 叫做施以業 就是你已經照做過後決定了 這業 所以施之後 你會照業 省慾 決定 動發 施 審立施 施有三個 審立施 決定施 動發施 動發是什麼 動發生口 動發就動發生口 动发生 行为就成生业 动发口 骂人 诽谤人 称赞人 赞叹人 帮助人 这个就是口业 这个本身是意愿 基本上你要照页之前 一定经过审慾决定动发的阶段 或是你审慾了之后 心里面诅咒这个人 那个也是意愿 想了之后 然后开始诅咒这个人 一般人动发生恐 那么由于失利 这个就是失 有这种力量 意志力所推动 都是意愿 现在所要说的 指我们从身口意愿 莫善莫恶的活动而引起的一种动力 这是道德与不道德的价值 行善作恶等事业 如农工的工作 劳动 业力如劳动所得的工价 货币 它是举例 你去做事 然后有领钱 那就是你照做恶业 它有这种影响 凭工作所得的货币 劳动价值就能来换取四汤的用品 所以有某种业力就能感得某类的果报 说到报 严密的意义是异守 异类而守 这在因果系中属于因果不同类的因果 如为善而得天果的福乐 造恶而堕受第一的果报 异类不同类 三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是不同类 一所作的业力 感受苦或热的报 这是政见的重要项目 一类而守 一所报 所以我们常常讲是一所报 一所报 一类 不同的类别 那有时候一时而守 不同的时间 限时报 来时报 后时报 一时而守 就叫一守 唯有这样散热才有一定的价值 那现在来讲 业报的意义 先讲几个 就是轻业跟重业 这是第一个 那饮业跟满业 这是第二个 定业跟不定业 这是第三个 那现报 现生 现时报 来时报 这是第四个 从这个里面来讲 分这四个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 业是累积来的 烦恼不断的累积 就会照业 照业不断的累积 就会成熟 成熟 就会受报 基本上是这个概念 微小的业力 是可以转化成广大的 所以一般在讲 莫清小罪 以为无央 你不断的累积 就会受报 所以这是说小小的善业或恶业 如不断的造作 就会积极而成重大的业力 所以讲 莫清小恶 以为无央 水滴虽为 渐营大气 法剧精里面讲的 这一个 诸葛亮跟他一直讲 若以恶小恶为之 也是列上的道理 那么如果用现在的理论来讲 就是什么 蝴蝶效应 就是一只蝴蝶 现在的理论来讲就是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就是不断的累积 不断的累积 然后影响越来越大 像滚雪球 就是这样越滚越大 影响越来越大 蝴蝶效应是说 一只亚马逊额的蝴蝶 亚马逊额蝴蝶 一只而已 蝴蝶拍翅膀 那个气额那么小 亚马逊额几百万只的蝴蝶 但是其中有一只拍了 它形成气血 这个气血慢慢扩大 慢慢扩大 慢慢扩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然后悬啊悬啊悬啊 就变成佛洛尼达州的一个台风 就变成这样 当然不是所有的蝴蝶都会形成台风 那就不得了 所以不是所有的月都会形成巨大的月 没有 你要不断不断 所以相续 相续就会成熟 你念佛 你念一句两句 没有什么力量 你如果一念到落七日 那就不一样 那种力量就很强了 你这个水 这样滴 这样滴没什么力量 你滴了一千年 都滴在那个点上 然后就不一样了 那也是你 也是像这样 一次蝴蝶拍动翅膀 那能有什么 那树叶都不会动 可是那个气旋 带动旁边的气旋 然后又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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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 就会变连续相续的影响 就会变成一个台风 巨大的台风 好 那一样的道理 我们的业 所以它要不断相续做 我们要常常做 念佛都要落一到落七日 关乎息 要不断的相续 一到七 这样专注 第一个是要专注 第二个是要相续 就那个点 你要修才修 就那个方法 你不可以换来或去 一下子要念佛 一下子要观想 一下子又要观东西 一下子又观不见 换来或去没有力量 要专注 就是那个方法 就是那个点 那么第二个要相续 要不断的做 不断的做 那你的力量就会起来 那业果也是这样 为假要变成大 也是要经过相续 那已经造很大二业了 怎么办 也是要相续才能减轻 忏悟 相续的忏悟 这样的道理 那善业要相续 它才容易成熟 二业要灌相续 它才不容易成熟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佛陀为什么要在家去是说八观再见 隔个七天 就一次八观再见 隔个七天六天到七天就一次八观再见 隔个七天六天到七天就一次八观再见 让你的五欲 让你的二月灌消息 那有一天清静的 就好像 你再怎么脏 六天洗一次澡 整体都不会脏到哪里 你一年不洗澡 那就不行了 类似像这样 所以它在七天 顶多七天到八天 你就要受一次八观再见 那有一次受一次的 有一次受两次的 連續受到两次的 那么它就有影响了 三月会相续 二月会断相续 你平常在五欲当中 所以你可以断相续 可以学习 所以八观再见就是六三月 它基本上就是过七天 过七天就一个 过七天一个 然后再过七天两天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初八十四十五 你看过七天 初八再过七天十五 再加一天十四十五 然后十五再过一天 再过七天 二十二 二十三 那一样就一八点 二十三 再最后两天 二九三十一样 你看 就是这个道理 好 那如果不断的造作相续 然后又激起很重大的业力 就变成重业 那清业不容易受爆 你如果散血 你没有持续做 它也比较不容易受死 不容易受爆 那二月也一样 那如果散血 你做了之后后悔 跟你二月做的时候都忏悔 一样 你本来造散血 可是你后悔 那个散血就会减弱 你造了二月 你也后悔 那个二月就会减弱 就是这样的道理 断相续 你一个心灵有的 那你造了之后 以后不造你 那么那个业就会减弱 没有办法成熟 没有办法相续 所以散血变成 散血 重的散血减轻 恶的散血减轻都来自于后悔 那么轻的散血变重 重的散血 轻的散血变重 轻的恶业变重 都来自于相续 而且坚定 不后悔 我就是要这样 那这个就是 所以我们掌握了这个技巧 我们就知道 那我们要过什么月 我们要常常散血 那我们有什么善业 我们要不断再增加联血 那么 所以他这里讲 善业也这样 这跟古人说的 物以二小为之 物以善小而不为 诸葛亮跟他儿子讲的 诸葛亮的戒指是戒指输了 那么意义一样 还有不照做害人的恶业 本来算不得重大 可是自己对于这个恶业 实时觉得害得草量 害得满意 这样不断的水洗恶业 小恶的用力会广大起来 一大二一样 那这个也有一个例子 三国时代有两个非常聪明的人 一个在曹操的这里里面 这个是什么 郭家 郭家听说比蠢明空明 郭家死了蠢明 恐明才出来 听说比蠢明聪明 但是郭家很早就死了 郭家当时帮曹操打了一个仗 水淹下胚尘也死了蛮多人 郭家也很聪明 但是他造了 他也没有业保的观念 他帮曹操打了这个仗 用水淹死了很多人 下胚尘的人淹死了很多人 他养养得力 你看 因为他打胜仗 可是孔明不一样 孔明 汪流被打仗 火烧藤甲兵 也死了很多人 在云朗火烧藤甲兵 死了很多人 他看死了这么多人 这么凄惨 他心里面后悔 太残忍了 死了那么多人 所以他后来跟去三国元曆 他要照那个七星灯燕兽 当然那个可能就是编的 三国元曆跟三国元曆不太一样 三国元曆是正史 三国元曆是编的 是明朝的时候才编的 文化中编的 不一样 但是我们藤甲故事来讲 一样 你看 这孔明火烧藤甲兵 死了那么多人 心里面觉得不安 后悔 这国家水淹死了 好像几十万人 他不但不以为因 而且养养得意 自以为立了大功 你看这完全不一样 那如果从业国的理论来讲 国家的罪已经很重了 会再加重 孔明的罪也重 但是会减轻 就这样 就不一样 所以提伯达多要怒烈 提伯达多要怒无间第一女权 那么阿南不断的要求提伯达多要唱 阿南是知道的 好说百说 千劝万劝 就劝提伯达多要唱 要跟佛陀唱 提伯 如果据说提伯达多最后 也听进去了 要忏悔 念南谋佛 念南谋佛的时候就多第一名 但是即使是这样 他也多 他小第一 因为他要忏悔 阿則是往沙父 而且帮助提伯达多过何何生 后来他也忏悔 所以他的罪就会减轻 所以不管你过去因为无知 因为无理而造了什么业 不管 你只要真诚的唱会 他就会减轻 他的业就不一定受报 就算受报也会重 重罪轻受 轻受就不受 不一定受 其实就是这样 这个我们掌握了 就不怕 也不要老是担心我造过什么 不用担心 你就现在不要再做 好好唱 然后努力行善 那就好 那你过去造了什么事 为什么没有好报 你没有相续 所以努力 努力在做 你过去曾经常常做的善事 然后增加你没有做过的善事 他善业就会越来越短 你的善影会越来越短 你不用担心 你看那个了凡事信 儿子所思不见了 他不断行善行善见善 他没有派人去找儿子 儿子自己回来 他的命都被算好了 可是后来都改命了改运 你不用你不用特别求长寿 自然长寿 不用特别求健康自然健康 不用特别求财富自然财富 一夜来的嘛 就好像努力运动 注意饮食 你不用求健康自然健康 你天天都吃了热食物又不运动 好自然做 然后天天才去办健康审 让你健康 可以健康嘛 也不会健康嘛 这个就是自然的理论啊 好 所以他这里讲 那你觉得害得巧妙 害得满意 不断随起恶业 别人造恶你没有造 但是你也欢喜 你赞摊 那么小恶的力量会扩大起来 跟大恶一样 同样的只是小小的善业 自己能随此生欢喜心 常常我做这个很好 做这个非常非常好 小善也就渐渐成为大善业 常常想 一夜也是一夜 而且别人造作你欢喜 你真心的再看 那也是一夜 所以我们不应该忽略清夜 不可以随喜恶业 应该随喜善业 随喜心也是一夜也是善业 所以如果有别人做了好事 你应该要随喜 你不要讲 那有什么也不行 他是怎样是怎样 那就不好 你这个就是 你没有善业又造恶业 人家造善业 你不随喜就好了 你来后面说风凉话 人家造恶业 你不努力劝他 你还随喜他 这种人就是要打他 要把他打死 要教训他 他才不会怎样 他已经在造恶业 你还随喜他 那就等于你造恶业 所以我们不知道 很多人无形中 一个人造恶业 他不清楚 那这个是有时候 我们随喜口法比较好的 就是说 我们道理明白了 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引导我们不断的修学善业 有没有 远离二月 有没有 你不要小看这个 一天两天 一个念头 两个念头 一个月两个月 他累积来就不得了 累积来就不得了 你哪一天应该要二月成熟 他自然会转 他自然会转 如果没有 你就算不断的避免 怎么避免避免不了 自然就会遇到 真的很奇怪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要相信 学习佛法做到的好处就是 知其懒 知其所缘 知道要怎么造恶业 也知道这样造作恶业的原理是什么 你都清楚 所以你也明白 你不会迷惑 就算你在造善业的时候受到苦 你也知道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我造善业得的果报 这个是我过去二月成熟的果报 就好像你开始运动了 结果骨头痛 但是你以前不运动的 你现在不吃檳榔 可是以前吃檳榔 留下你的口腔癌症 你就治疗口腔癌 但是你再开始不吃了 你现在不抽烟 可是还会渴 那是因为你以前抽烟 留下来肺不好影响的 你不要说我都不抽烟 我现在都过清淨的生活 我为什么还会渴 你以前那个业还没消 所以你不会怪 你还是你会继续努力 这是重要的 好 那时间到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那后面还要讲饮业满业 好 大家合掌合相 愿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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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及于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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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等于众生 国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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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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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